女子妝懷孕9個月 凌鵬偷嬰頂替 纽西蘭奧克蘭一家醫院 前天發生假孕婦偷嬰的事件 24歲的娜拉洋 向男友謊稱自己懷孕了 但假孕婦長達9個月 前天稱自己要生了 男友開車送她到醫院 她混進育嬰室 偷走出生2天的嬰兒 抱著離開醫院 假裝是自己生的 男友以為是自己的骨肉 但幸好新生兒父母及時發現 追出來籃下 這名假孕婦最後一綁架罪 遭到起訴 懂新聞男友都沒發現嗎 報導喔